大家好,我是新月 白菜和面条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呢就用两毛钱的大白菜 加上两块钱的面条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白菜老式炒面的做法 这样做成的面条呢口感筋道 鲜香美味一锅出 这个做法呢 让我们本地的一个小饭馆火了30年 麻烦大家长按屏幕上方的大拇指三秒钟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这个面条呢 直接选择湿面条就可以了 一般湿面条呢是比较新鲜的 保留的时间不长 基本上呢都是现做的 口感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筋道一些 我们先把面条放在一边 先来处理一下这个白菜 白菜呢在冬天里面是属于应季的蔬菜了 白菜的营养呢是非常丰富的 也是家家户户每年冬天呢都要存的菜 而且它存放的时间呢也特别长不容易坏 最近我们这边的大白菜价格呢 也是一毛钱一斤了 白菜呢在生长的过程中 它是一片一片长起来的 每一片中呢都很容易残留一些 脏东西和虫卵之类的 我们先把这个白菜 像这样一片一片的给它掰下来 然后把白菜 全部都给它放在清水中 现在水中加上一勺食用盐 食盐呢有着杀菌消毒的作用 可以有效地去除白菜表皮上的冬药残留物 而且用盐水呢来清洗这个白菜 可以使这个白菜清洗得更加干净 尤其是这个白菜帮子的部位 我们一定要像这样时间的去搓洗一下 洗掉上面的脏东西和虫卵 很多人呢在吃白菜的时候只喜欢吃白菜的帮子 不喜欢吃白菜叶子 其实我的建议呢是白菜帮子和白菜叶子都一起来使用 白菜帮子和白菜叶子呢都有着各自的营养 这样我们呢一起吃到肚子里面 它的营养才会更加丰富 下面呢我们全部给它清洗干净以后 控水捞出 把清洗干净的白菜呢放在案板上 我们用刀来切一下 直接像这样把这个白菜的叶子呢给它去掉 我们先来处理白菜帮子 白菜帮子呢我们直接用刀像这样给它切成细长条 切好以后呢我们再给它间隔4公分左右 给它切成小段 像这样处理白菜帮子呢会更加的露味 白菜叶子呢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 给它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我们白菜搭配面条来做呢 这个白菜就不需要太多了 几片呢就足够了 切好以后收在祖传的盘子里面 我们白菜叶子和白菜帮子呢分开来摆放 把叶子呢单独放在一个盘子里面 接下来呢再来准备一个青辣椒 青椒的根部我们用手像这样往里面一推 然后再轻轻的一拽 这个根部呢就能很轻松的去除了 然后我们用刀从中间把青椒一分为两份 分离好的青椒我们先用刀像这样给它切成长条 然后呢再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收在祖传的盘中 再来准备五毛钱的猪肉来切一下 这个猪肉呢觉得有肥有瘦的吃起来才会更香 我们直接把猪肉切成厚一些的平 像这样切好以后再用刀来切一下 把猪肉呢改刀切成细长条 像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收起来 放在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大葱 先从中间把大葱的一分为两份 然后用刀像这样切成细小的葱花 切好以后收拢起来放在盘子里面 再来准备几瓣大蒜 大蒜呢我们直接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收起来 和大葱呢放在一块 最后呢再来切上一些生姜 生姜呢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然后再用刀给它切成姜丝 最后呢再给它切成姜末 切好以后收容起来 和葱蒜呢放在一块 再来准备一小把的干红花椒 两个八角 再来准备几个干辣椒 把辣椒呢剪成小段 起锅 热锅里面倒上82年食用油 油温烧热以后 下入切好的肉块 我们先来煸炒一箱 先把肉炒香 全程翻炒个三十秒左右 炒至肉变色以后 加入切好的葱姜蒜和干辣椒段 继续开大火来煸炒 把它们的香味呢炒在锅中 炒香以后我们加入切好的白菜帮子 白菜帮子呢个头会比较大 而且难熟 我们先来炒白菜帮子 把白菜帮子炒软 翻炒个两分钟左右 加上之前切好的青辣椒 把我们的白菜叶子也加进来 加上15克生抽酱油 5克的食用盐 煸炒一下 把它们的翻炒至入味 先给它们炒软了 炒出水分 加上3克老抽 加入老抽呢可以使香味更加浓郁 而且还可以给它上一点颜色 再次翻炒均匀 视频看到这儿了 创作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您动动发财的销售 为我的视频点个赞吧 有了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的创作才会更加有动力 炒匀以后我们加上一勺白胡椒粉 一勺白糖 胡椒粉呢有着去腥增香的作用 我们再次给它翻炒均匀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在里面倒上一碗清水 这个水呢也不需要太多了 大概199克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盖上盖子 等待锅中烧开 等待锅中呢烧开以后 我们直接转成小火焖煮两分钟 让白菜呢彻底的熟透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哇好香啊 像这样呢我们白菜呢就完全熟透了 然后我们直接关火出锅 出锅呢撑在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准备一个干净的漏勺 把菜里面的汤汁呢给它过滤出来 这个汤汁呢留着等一下还有用 这个菜呢先给它放在椅边 另起锅再热锅中 多倒上一些食用油 我们像这样呢凉晃了一下锅子 让锅底呢均匀的沾满一层食用油 像这样就可以了 等油温升高的时候 我们把面条呢摆入锅中 面条露过以后我们先用手 像这样去整理一下 让其在锅中呢平铺均匀 然后在面条的表皮上呢 也喷上一些食用油 这样面条吃起来才会更香 先开火呢来煎制一下 先让面条在锅中 煎个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以后呢我们给它翻个面 把面条的另一面呢也煎制一下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再次翻面 像这样反复的翻面 煎个三大五分钟 最后呢我们把面条煎制成一个 金黄焦酥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之前倒出来的料汁倒进去 让面条呢全部都浸泡在汤汁中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转成文明火焦煮两分钟 把面条呢煮至入味 两分钟以后我们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像这样呢这个面条就已经完全熟透了 然后再把之前炒好的白菜倒进来 我们借助呢两双筷子 像这样呢去翻拌一下这个面条 让面条和菜呢翻拌均匀了 哇真的是好香啊 像这样拌匀以后我们直接关火 关火以后在面条里面倒上一些芝麻香油 这样吃起来呢会更香 再次给它们拌匀了 像这样呢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装盘前呢我们还可以撒上一小把的洋葱碎 这样吃上去更香的同时还可以解油腻 最后呢我们直接出锅就可以了 出锅以后冲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来享用了 非常好吃的老师炒面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炒面呢是一点也不发坨 根根分明吃起来很筋道 而且还添加了蔬菜和肉 吃上去呢营养更加丰富 像这样一盘的老师炒面 在饭店里面最少要买30块钱了 我们自己做呢成本不到5块钱 关键是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面条呢入味又筋道 白菜吃上去呢是非常鲜嫩的 肉呢吃上去一点也不拆 如果你也喜欢那就赶快来试试吧 点我的头像还能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我是新月我们下期再见啦 再见啦 感谢观看